热闹的武士为二手车行开幕典礼炒热气氛 有业者看好二手超跑市场 在树林开了一间经营二手超跑的车行 吸引了不少对超跑有兴趣的民众 而就有民众表示 二手车还是要实际看到车子确认车况才安心 你有实际的店家 你才能所谓的看得到它的引擎 甚至可以看到它的公里数 而且你未来的维修跟保固才会有保障 所以找一个认识的 而且找一个有认证中古车是非常的重要 业者表示 选购中古车最好是找有第三方认证的车行 才有最基本的保障 而在合约上也要注意是否有保证无事无泡水 其他像是贷款利率 试驾汽车也都是最基本要注意的地方 尤其是说选对中古车的业务 相对有像中古车的保证书 第三方认证 以及说车况透明的状况 这部分是消费者部分要特别注意的 以及再来就是在业务的诚恳度上面 以及合约上面的著名 像是是否有泡水 是否有事故 是否为引擎拆卸过的车款 这些都要特别的留意 贷款部分其实各位可以大概比较一下 其实在各融资部分以及银行部分 他们的利率都是有个固定的一个机制 那当利率超过于像是9%10%以上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是否说中古车上 这边有做所谓的退用或是这些的状况 所以说这部分在贷款也要特别注意 再来在选定车款的时候 当然也要先做过试驾这些 才会知道说这台车款你有没有喜欢 再来就是车内空间没有符合自己的需求 这部分都是要特别要留意的部分 购买二手车要注意的地方很多 尤其是购买二手跑车 包括更换消耗品 机油以及检查的预算都不能少 车款才比较有保障 记者游文宜新北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